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汉丽看到令狐老祖 和这个南宫晚的师姐啊 拼命地催动着顿光而逃 脸上带着惊惧之色 但是两个人身后是空无一人 没人追他们呢 但是他们两个却好像 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尾随脊椎的样子 一刻不敢停留 汉丽心中大感奇怪 这两个人神通可不弱呀 这灵狐老祖是 原因中期的修士 南宫晚的师姐呢 功法法宝也是犀利异常 这样的两个人联手之下 还是一副狼狈而逃的样子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后边追他们的是 木兰法士 那位重性神师 想到这儿啊 汉丽的心中一领 他和木兰法士的关系可是糟糕透顶啊 数次破坏木兰人的好事 还有不少木兰高阶法士死在他的手上 要是碰到那重性神师 恐怕会毫不留情地向他出手 想到这儿 汉丽不敢迟疑了 他当即身形一晃 趁着远处两个人尚未注意到这儿 就一晃到子灵的身旁 还没等此女开口呢 汉丽就两手掐绝 身上灵光闪动 一片青霞 木兰地浮现在二人头顶 轻飘飘地照落而下了 汉丽和子灵的身影在青光中变淡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隐匿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啊 远处两道顿光 堪堪接近汉丽所在的山头 令狐老祖铁青灰白的面色呀 汉丽都隐隐看得清楚了 汉丽突然目光闪动 一下盯住了二人身后百鱼杖的某处 双眼微眯 你们想去哪里呀 怎么连同伴都不要了吗 你二人修为不错 元神宁厚过人 正好当本尊的大补之物 本尊怎会让你等跑掉 这一次不会再有意外发生了 你二人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这狂笑声势肆无忌惮 一点收敛之意都没有 短短几句话出口 震得附近天空嗡嗡直响啊 方圆十几里地的修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接着汉丽凝望之处 两道顿光之后的某点 忽然乌光一闪 一缕黑芒诡异的浮现 这个黑芒一现身之后飘忽不定 是忽隐忽现 但是每一次的闪现呢 都诡异地缩短了和前面顿光的距离 就看到跟顺移似的 片刻的功夫后 黑芒就离前面的令狐老祖二人哪 只有五六十丈的距离了 这个时候黑芒中一个人影隐隐浮现 虽然模糊异常之下 但韩丽急忙凝神看去啊 可是这黑芒不知是何种功法秘术 即使以他的修为都无法让神识穿透而尽 只能隐隐在外边看个大概 这个人身形 韩丽颇为熟悉 心念一转之下 韩丽认出此人 吃了一大惊啊 嗯 南龙侯 他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变成这副模样 韩丽心中惊异无比 后边这正是被魔化的南龙侯 韩丽虽然不知道啊 对方的躯体已经被魔魂侵体 早就不是原来的南龙侯了 但是对方身上魔气冲天 一个人就敢追杀 令狐老祖和掩月宗那个大长老 自然知道里边出了蹊跷 并没有贸然行事 这个时候 南龙侯架得黑芒 眼见离前面两个人就三十余丈的距离了 他口中一阵阴森的怪笑 砰的一声之后啊 黑芒竟然直接爆裂开来 一团漆黑如墨的魔气凭空浮现 一下子把他包裹集中了 接着 乌光狂闪 南龙侯竟瞬间在黑气中消失不见了 令狐老祖和这白衣女子啊 时刻关注着南龙侯的举动 一见他诡异的消失 两个人竟然脸色大变不约而同的 同时停下了顿光 各自一仰手 一面乌黑的古镜 一柄黄的玉如意同时飞射而出 各自化为一团灵光 把两个人护在其中啊 而在两人身前不远处 黑光一闪 漆黑的魔气毫无征兆地喷涌而出 瞬间呢 弥漫了十余杖之广 南龙侯的身影随之在黑气中闪现而动 南龙侯黑气中争笑 你们明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还非要反抗 这是愚蠢之急 说着随手 随意地挥了挥 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啊 击中了白衣女子宝镜所化的光照 顿时连人带镜被击得倒射出七八丈远去 才摇摇晃晃 勉强稳住了身形 令狐老祖原本铁精的面孔 这时候更加难看了 令狐老祖突然间立声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但附身在南龙道友的具体 还敢吞噬我们修饰原神的原因 你真以为能是进入此谷 所有修饰的对手吗 这次进入坠魔谷的修饰 光原鹰其以上就数十个之多 你就是再厉害也难逃一死 数十个 好极了 我原以为谷中就有你们几个人类修饰呢 如今竟有这么多原因让本尊吞噬 本尊也不急去找躯体了 只要把所有原因修饰吞噬 想必本尊的魂力足可恢复七八分了吧 哈哈哈哈 这南龙侯不但没惧怕 反而阴沉争笑 随后轰的一声巨响啊 黑气瞬间四分五裂的爆裂开来 接着一道黑乎乎的人影 带着连串的残影从黑气中击射而出 是直扑令狐老族 令狐老族脸色一变呢 不计多想 一点欲如意 顿时这护照又凝厚了三分 同时一张嘴 一颗四方小印脱口喷出 在霞光中化作一团绿光 是直接迎去 轰的一声巨响 那南龙侯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一拳击在了御印之上 黑芒绿光交织到一块 但是黑气一掌一缩之间呢 就将霞光积得粉碎 御印嗖的一声侧飞而回 反向令狐老族狠狠地砸去 这令狐老族吃了一惊啊 急忙两手掐绝 竖到法掘一连串打出 才让射到护照前的御印 堪堪停了下来 就在这片刻间的耽搁 一只乌黑拳头诡异的浮现在护照 眼前是狠狠地砸下 护照骤然一震 令狐老族只觉得一股巨力 从身前传来 当即连人带照 斜飞出去了 但是令狐老族不愧是 活了近千年的老怪物了 与人争斗的经验丰富至极 在被击飞出之前 抢先袖袍一抖 一口火红的飞刀 是击射出去 只展向了刚刚显出身形的南龙猴 南龙猴满脸黑气争笑一下 眼见飞刀啊 化为惊鸿 是飞到头顶上 却根本没有躲闪之意 反而猛吸一口气 对准上面的飞刀一张嘴 嗚 一股黑红色的妖艳喷射而出 这飞刀一斩 进入了黑红妖艳中 顿时啊 此刀被魔艳缠绕包裹 飞刀上的红色灵光 只是哀鸣地闪烁了几下 就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顿时此刀灵性大师 化为一块繁铁坠落 啊 领狐老祖见到这一幕 心中骇然 这一口飞刀看似普通 却是天难修世界 赫赫有名的破鞋宝刃 使得当年呢 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贝 对邪魅邪灵 是有专门破鞋的奇笑啊 眼前的南龙猴分明就是 被某种厉害的邪灵附身 故而呢 他冷不防地祭出此刃 虽然没指望此宝 能够轻易地斩杀对方 可竟然这般漫不经心地 被对方随手破掉 实在让他心中骇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丧子言 就在令独老祖大惊失色的时候 那魔化的南龙猴未等其身影重新站稳 在原地呢仿佛探了探身子 呼吃一下身形竟仿如蟒蛇一般 瞬间变得又细又长 上半部分的身体啊略为一窜 竟诡异之急地 一下子到了令狐老祖的身前 又一拳砸去 令狐老祖接着被击飞而出 那南龙猴一动啊 又诡异地闪动了令狐老祖的身下 一模一样的再一拳击出 片刻间这个令狐老祖无法抵挡的 被当成沙包连连击飞 那欲如意啊 实在是一件顶阶的防御古堡 虽然碧绿光照闪动不已 可如此距离打击之下 一时间仍没有被击碎 让南龙猴口中啊 不禁也轻疑了一声 哎 可是手上的攻击丝毫没停啊 是一拳接着一拳 一刻都没停下来 令狐老祖此刻心中大惧 现在的他就如同当初的鲁卫英似的 每挨一拳 身上刚刚凝聚取来的灵力 就被震散打半 空有神通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啊 眼看砰砰砰十几拳打过去了 这欲如意释放出来的护照 终于在击打下 开始变得行神闪烁 令狐老祖心里都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南龙猴见此脸上闪过一丝音效 身形一晃 一只手仍然是挥拳击杂 另一只手指呢 五指一盒 划为手刀是叙事待发 显然 带其护照破碎之后 立刻给令狐老祖致命的一击 令狐老祖面色灰白无比 眼看着护照显出了裂痕 猛然一咬牙往怀里头一摸 按住了一个东西 他打算不顾一切的跟对方拼命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柱 丝毫征兆都没有的从天而降 一下子把没有提防的南龙猴照在其中 这南龙猴原本是毫不在意啊 但是霞光芳一集体 他木然觉得身形一沉 动作不觉得迟缓大半 南龙猴有点意外 随即在霞光中 朝着某个方向斜瞥了一眼 只见那白衣女子竟在高处 圆手举着古铜镜 一道五颜光柱 从镜中喷射而出 南龙猴见此 眼中绿色闪过呀 有了白衣女子这一插手 令狐老祖顿时抓住根救命稻草似的 当即大喜把怀中之物一松 趁着对方攻势一缓 木然提起了法力 化作一道惊鸿雾是脱离逃出 转眼间飞顿到白衣女子身旁落下来 令狐老祖也顾不上说什么谢谢啊 先是两手一搓 肩着双手齐羊 十几张红缭缭的符路是脱手而出 直奔还被困在这五色光柱中的南龙猴 就击舍而去了 这些个浮路瞬间到了南龙猴的头顶 被令狐老祖法掘一催之下 纷纷爆裂开来 轰隆隆之声连绵不绝 大片赤红的雷火浮现而出 就往上直砸呀 南龙猴只来得及放出一股黑气 将全身护住 就被雷火淹没在其中 令狐老祖当然不会认为 这样就能灭杀对方 当即手中一掐法掘 又分放出一件白玲玲的三股飞叉 忽大忽小的攻了过去 一旁的白衣女子也没闲着 一手操纵着凝光宝镜 加大光柱的尽致威力 另一只手呢 则反手一弹 一黑一白两口飞刃 脱手而出 划为两道惊鸿飞斩而去 先前 南龙碗这个师姐和令狐老祖啊 已经和南龙猴争斗过一场了 结果二话都不说 一时间五颜光柱下 雷火轰鸣是灵光极闪 附身在南龙猴身上这个家伙 就是你口中说的古魔吗 就在令狐老祖两个人在空中和这南龙猴拼命的时候啊 下方不远处 韩丽皱着眉头和这个大眼神君呢 交谈着什么 大眼神君有些幸灾乐祸 除了那些古魔之外 这一切还能有什么东西这般厉害 不过仅仅靠附身之体 就能把两名猿鹰修士打得抱头鼠窜 看来这只古魔还是上古魔界中比较高阶的那种啊 现在你单独对上 即使用的不是本来身体 你的胜算也绝对不多呀 你没有直接劝说让在下赶紧逃命 就已经很瞧得起韩某了 至于单独和这东西对上 在下可没有这般雅性 那男龙猴竟然就这般陨落 还真是世事难料啊 韩丽苦笑一声难难的说道 但以修为来说 就是三四个你上去 也绝不是这附身的古魔对手 但是你身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实在不少 又有辟邪神雷在身 虽然不可能是这古魔对手 但逃跑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韩丽微微一笑正想说些什么 身边传来紫灵的声音 韩兄 现在要如何才好 你打算出手吗 紫灵仙子自从这魔化的男龙猴一露面啊 就吃惊的一语不发 发现韩丽神色有些怪异 终于忍不住地问了 这男龙猴实在凶悍 让此女看得是心惊肉跳啊 韩丽听了紫灵的话后笑了笑 正想回复他一句 却忽然间面色大变猛的一台手 大片青霞飞射而出 一下把此女卷入其中往回一拉 把此女硬生生拉入怀中 随后化为一道青红冲天而起 眨眼间到了半空中了 清光一脸 韩丽半搂着紫灵重新现出了身形 面色凝重 朝下方一看 紫灵是脸色的痛红 急忙从韩丽怀里正开 同样有些惊疑的低头看去 直见呢 他们刚才站立之处 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站在那儿 正冷冰冰的仰头看着他们呢 竟是男龙猴 不知何时出现在这里 他刚才打算悄悄地潜入下方 进行偷袭 幸亏韩丽无意中 用明清灵眼扫了一下 仿佛真有可能被对方一击成功 紫灵先此倒吸一口凉气 急忙朝另一方向看去 直见那边五色光柱 下边仍有一团黑气在雷火中 若有若无的闪动 里边还有人影在其中闪动 分明是另一个男龙猴 令狐老祖远远看着 韩丽戴着个相貌美若天仙的女修 突然出现在附近的空中 仙师一惊 随即面露喜色 但目光一扫之下 见下边又多一个男龙猴 顿时吓了一跳 急忙惊疑地招呼 白衣女子一声把手里的攻势一缓 这个时候 五色光柱下的男龙猴面无表情地看了两人一眼 化作一股黑气凭空消散 竟是个临时化为的替身 令狐老祖和白衣女子互视一眼 均从对方眼中看出深深的距异 幻化出一个化身并不难 但是能瞒过他们这两个原因修士的神识 这就太可怕了 要知道 他们两个刚才一直盯着黑气中的男龙猴 眼睛都没眨一下 可竟还是让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 施展了金蝉脱鞘之术 若不是对方啊 动手偷袭韩丽等人 而是对他们出手 他们两个人多半已经造了毒手 令狐老祖大声叫道 韩道友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太好了 这妖魔实在厉害 我三人账号联手对抗此魔 才能自保 韩丽一听这话心里一瞻的苦笑 原以为自己的隐匿之术够精妙了 就是原鹰后期的修士也不见得能发掘 故而呢 有心躲在一边 想过一会儿赶紧溜 可是没想到 这骨魔还是发现了他 还故作不知地偷袭了一把 差点遭了他的毒手 看来这一战是不打 也得打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